我即將踏上紅毯的 就是我們的林雨昕 以台灣犯罪故事 第一次入圍 戲劇節目女主角獎的她 幾年得知入圍的當下 還激動到哭 林雨昕劇中飾演一位 保險理賠調查員 丈夫因為火車出軌 重傷昏迷 身為妻子的她 必須理性的調查背後 層層的秘密與真相 同時卻和檢察官 鳳小月擦槍走火 由著火熱的情欲糾葛 這次是否可以順利 抱走金鐘獎 一起來期待吧 星光紅毯的大卡 41棒接著一棒啊 讓我們用熱烈掌聲歡迎 才剛重復 上國際迎戰 亞洲內容大獎 奪下最佳男配角獎的 薛世玲 薛世玲曾經在 56階金鐘獎分別 以身身世事跟做工的人 雙料奪下男主角獎 跟男配角獎 這次在台灣犯罪故事演出 不得父親疼愛 又嫉妒弟弟的長子 人前的冷血 跟人後的呼喚 完美的呈現角色 內心的掙扎跟矛盾 再次展現神演技 要來挑戰第二座戲劇節目 男主角獎啦 哎唷 喂啊 來… 不要 世玲很害羞 你們不要這樣嚇他好不好 那我們來好好的跟他們聊一聊 世玲 想請問你 拍完這部戲 有想說有選擇性 遺忘這個角色 那時候有這個想法 那我想問 現在我要問有關角色的問題 還是單純祝你今晚可以得獎就好 都可以 都可以喔 還是就祝你今晚可以順利拿下金鐘師弟 沒有…你也是… 你也給我祝福了感謝… 對啊 好感人 對… 我就是在等這一句 對… 謝謝…是你的祝福 他在收集今天各個影帝們的祝福 真的 我覺得很棒… 但是其實語希 聽說你在接到這個角色的時候 有一點點在疑慮自己 可不可以升任這個角色 但是最後欣然答應的關鍵點是什麼 關鍵點是 我覺得蕭立修導演給我很大的安全感 然後他對於我的信任 還有我知道那個對手演員的名單 是… 對 然後你們剛剛不是說 士林很想要脫離這角色嗎 對… 真的 他在現場 只在看到我像看到鬼一樣 真的都不理我 都不理我 太投入了… 想要脫離喔 謝謝 終於理我了 好 那接下來有一題是網友提問 我們募集到了 新北市的梁同學想問士林 第一卡上列出你過去所有的角色 都不受爸爸疼愛 復原伯 封你為可憐兒子專業戶 可憐喔 你感覺嗎 你自己感覺嗎 你自己覺得呢 我沒有特別 有嗎 我有都… 我沒有特別有印象 是都不受父親疼愛 他說大部分吧 可能是大部分 我們這一部也是耶 對啊 你看爸爸不愛你 對…這個是啊 是啊 我放這部是是 但是我沒有特別有這個感覺 但是我覺得就是 每次在接到一個角色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 角色會來自有各自各樣 四面八方的問題 不管因為角色跟我們一樣 是一個神生的人 他會有他的家庭問題 他的工作問題 他的感情問題 他的交友狀況 跟大家都一樣 所以就我沒有特別去統計 這個事情 你剪完就直接忘記了對不對 而且士林今天心情好 他今天話好多耶 很棒耶 好啦 真的越接近甜蜜 大家就越興奮 我們稍微轉口氣 休息一下下 等一下就要繼續回到 我們這個五十八季的金鐘獎 星光大盜